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1月24日礼拜三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在今个月中获得特区政府放生免检疫入境的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 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及到 说摩根大通银行将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加长手 到底特区政府在放生的商界人士免检疫入境时 有没有做好把关的工作呢? 第二单消息 特区政府就宣布了 从12月9日开始 将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 会扩展到所有受到法例599张规管的处所 包括所有的食事、器院、美容院和主题公园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究竟摩根大通的CEO大蒙是说了什么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所说 大蒙在波士顿学院执行奖俱乐部的小组讨论会上 上边就提到 说今年是摩根大通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周年纪念 而摩根大通和中国共产党都在庆祝百周年 他就打倒说摩根大通将会是可以比中国共产党更加长寿的 大蒙又说他不可能在中国说这番话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中国的相关人士都可能在听着 此外大蒙又以紧张的贸易局势和镇压香港作为理由 就说在十年之前 商界就更加应该来严肃看待和中国相关的问题 在之前来说摩根大通就获得了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全资控股他们在中国的证券合资企业 另外大蒙在今个月中抵达香港的时候 获得豁免隔离检疫 而流港期间大蒙就说在香港的防疫措施下 商业机构是较难吸引或者留住人才的 大蒙所说的这番话肯定就不合大陆听了 而且还挺容易的 哪有人会在别人的政党成立百周年之祭 就说到预测自己家的金融机构 会比这个政党更加长寿 你岂不是就他早点钉 好了 其实林郑在月中豁免这个大蒙入境的时候 都惹来了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大小超 你就可以放生这个大蒙入境 当时林郑就提出了一个原因 就说豁免是政务司司长 以个人的身份去批核 豁免的理由就是经济 林郑就说摩根大通 畢竟是一间很大的银行 在香港有重要的业务 那带蒙就需要来香港做大概一日多些的工作 那林郑还强调 带蒙的行程是有限制的 风险完全可恐 那林郑就举例了 他本人如果要到外地公干的话 回港之后 也都是会获得豁免检疫的 那他去外地公干 他还可能去哪一道才行 最多就是回大陆 现在他已经被美国制裁了 不能进入美国境内 林郑提出来的理据就是经济 但是有不少人就会质疑 特区政府去放生大蒙面检疫入境 其实就等同于向外国金融机构屈服 只是向他低头 明明这些美资的金融机构 他们有份来执行 美国财政部所实施的制裁 但是竟然获得特区政府的放生 但是一般的民众就没办法了 要入境香港的时候 就一定要隔离21日 这些很明显就是大细超 就是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情况 为什么部分人的人权是会比起其他人更加受到保障 你就说经济原因而已 其他人对香港的经济完全没有贡献 只是住你21日隔离酒店都要洗几片 都不算机票了 只是住隔离酒店都很贵 而且很多已经是订满了 订了一月了 这些是什么措施来的 对不对 是很有问题的 如果真的要重视科学原则 真的要讲究这个防疫抗疫 就必须要一视同仁 要么全部人都放生 要么全部人都21日隔离 就不能说部分人就可以 他那些行程受到限制 他一样会到处去接触人 他入境香港的时候 你帮他做检测是陰性的 你怎知道他不会入境之后才发作 这些东西根本上是没得预计的 但是就被特区政府以一个经济的理由豁免了 这些完全就是荒谬 那你说什么防疫抗疫 原来那个人有钱的 他富可敌国的 就不需要隔离了 整天口口声声 就说要内防反弹 外防输入 又说要坚持清零 戴蒙究竟在香港见了多少人呢 根本上来到说很容易惹开他 他见那些人是不是 全部都放在他隔离 那些人又会见多少人呢 根本上这些就是荒谬到极 而且还会有潜伏期 不是说一见完他就马上发病 如果你真的这么讲究这些清零 防疫抗疫 你一定要把关得很重要才行 还要再加上现在这个大蒙 原来呢 回到美国的时候 就说这些大易不道的说话 究竟特区政府 有没有做好资格审查 你放这些这样的人入境 然后去咒中国共产党短命 就说摩根大通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加长寿 你放这些这样的人入境 似乎林郑自己有问题 这是什么政治判断 这些是 你放不放放着个这样的人 上一次那个什么 尼哥杰曼 走来香港拍戏 很多人都不满 你知为什么他得 其他市民不得 都已经很多人一吐火了 好了 现在再加上这样的大蒙 那就好了 一定有人闭背 为什么林郑会放这些人入境 当然林郑就已经一早 把这个责任抛给政务司司长 就说她是以个人身份来批核 你也有份把关 是不是先 你作为行政长官 不能够完全知身事外 这件事是吧 不过呢 我就看怕发生了这件事件以后 往后那些大型的外资的企业 或者是那些金融机构的头目 如果她是想 申请豁免检疫 入境香港的时候 怕且会更加困难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经历了这个雷蒙的事件之后 这一头说豁免你入境 那头根本上完全不卸大陆 完全不卸特区政府 当你林郑无道 根本上就是向林郑打念 上个星期才来完 一天都不用隔离 拍下屁股又走了去了 那个行程三十多个小时 三十二个小时 回到美国之后 就说这样的说话 可能特区政府那群高官 见过鬼都怕黑了 更加不敢 亂放生外资的商人入境 也不奇怪 当然了 其实一般那些商人 他都不理睬了 有得别人就在那些隔离酒店 住一天 吵到拆天都不理 甚至乎那个外国商会的主席 都说搞不定 特区政府 勸他又不听 说他又不听 人家辞职了 所以呢 再搞下去的时候 只会是令到更多 这些外资企业的人才 尊财 是转移他的基地的 他不会完全 从香港撤资 因为呢 他怎么也要在那里做生意的 问题就是可能 人家会把基地 转移到新加坡 新加坡就决定了 和病毒共存 其实很多外国人 尤其在英美这些国家 很多人都不是这么严重 这么大的戒心 对于这些 基本上很多人 都已经回复正常生活 问题就是香港坚持要清零 那你就清零 人才都清零 如果不是一个很强烈的理由 人家都不会走来香港 要隔离21天 是软禁式的 走出酒店房半步都说不行 这些是什么的规矩 就是没有人权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 食物及卫生局 就宣布了一项新的防疫规定 就是从12月9日开始 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 将会是扩展到多个的厨所 包括AB类的食肆 器院 美容院 和主题公园 到其时 所有进入这些厨所的顾客 都是需要先使用这个安心出行 即是说 在12月9日开始 凡要去堂食的话 都要掃这个安心出行马 其实这些根本上就是 为一般的民众 尤其是基层的民众 制造麻烦 我都不想整天在说 这些安心出行 就是社会信用系统 初期阶段的事情 我都不说这些东西 我不喜欢说这些东西 因为暂时未见都有这样的迹象 当然很多人是这样估计 或者很多人猜测 这些就是后话 我纯粹就是从这些措施 或者是政策 所对民众造成的影响的角度来出发 我都觉得是很愚蠢的事 是不是 即是你根本上 第一就搞到那些基层的民众 尤其是那些根本上是 竹琴见爪 找照不得眼的 你又叫人家去 用这些安心出行 尤其是有很多长者 尤其是就是 或者是那些小蚊仔 他哪里有那么多钱 去买部智能手机 特地去掃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还是不识用的 到这一刻都是 你有没有看出过那些人 你不让他填纸 小蚊仔 你逼他去掃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没得逼的 有些东西是 几十岁你还叫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长者 他是很聪明的 他已经熟习了 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甚至乎是看网台 看YouTube 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很感恩 但是你都要顾及一下 那些不适用的 那又怎样呢 或者有些穷的 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可以全家人 都有智能手机 有些人真的没有 尤其是有些人 又担心被你监控 他又特意要去买一部白机 这些又是浪费的 是不是 这些都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你不搞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花这笔钱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搞这些东西 电话来说 就不是整天充电的 有些人 比如说 他下班的时候 就想去堂食 那你手机 如果刚好用到没有电 那又怎样呢 难道你叫人回家 我不做你生意了 那样 你说多么愚蠢 有很多人做蓝领的 做一些基层工种的 他不一定是坐写字楼 整天有条线 被他插着充电 你那帮做官 当然 天天坐在写字楼 订阅这些东西 出来 那么有空 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基层工种的市民 你一边就想你自己 你当然啦 整天有电 天天充着都可以 上车又充 在写字楼那里又充 那些基层工种的人 又怎样呢 由早到晚 他有时滚滚滚滚 手机滚到没有电 那就不用吃饭 其次的就是 执行准则也是不科学 你有什么可能指定有些的处所 他就需要用这个安心出行 有些地方是不用用的 比如说你去搭车 搭地铁 搭巴士 那些地方 环境更加密集 空气更加不流通 尤其是坐巴士的 全部都是空调巴士 冷气巴 你的窗都不能开 那你怎样做通风 一样不停坐 我不是支持搭巴士 搭公共交通 需要数码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我提出一个质疑 就是说 喂 你有些更加 容易感染到的环境 你都不用了 为什么你要规定 那些地方就要用 某些地方就不用用 这些是不科学的 最好就全部都不用用 尤其是去投票 那个票站里面 又不需要用 票站的环境很密集 大家去投票票都知道 票站的工作人员 那些投票市民有排队 有领选票 有些是监场的 公务员 那些都更多人 那为什么票站又不用用 根本上是说服不到市民 根本上到最后就好像人治 你说那个地方要用就要用 那个地方不用用就不用 那说什么科学 这个是科学吗 这个是理性吗 这个不是我认为人治 因为你自己决定 因为那些准则根本上人为规定 你有什么科学的准则 是不是才是常常强调科学 不要拿科学出来 不停标榜 真是影衰科学 这些不是科学 这是政治 好了 尤其是就是 有些地方反而放宽了 中期 比如说在邮轮那里 由12月1号开始 邮轮的人数上限 就由现时的通常可容纳 人数上限的百分之五十 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说呢 就多了一半人可以搭那只船了 原本五十人的 你现在七十五人 那这些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 又是 就是当然我就赞成放宽百分百的 根本上在外国很多的地方 都现在是回复回正常的生活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 他就很担心 因为香港有些人是打科兴的 打什么兴都无所谓的 大家看看印度之前就说 哇爆到七彩爆到多厉害 原来呢 根据印度政府最新一个调查 就发现 在首都新德里里面的民众 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是产生了对病毒的抗体 已经是接近群体免疫的状态 而有很多人根本上就是 未曾接种疫苗的 那就证明得到 根本上就不需要小提大做 之前那些印度的情况 整天被人拿出来煲大了 在那製造恐慌 我不是说不需要担心 最好出街都是仍然要戴口罩 勤洗手 做好这些基本条件 已经是尽了人事了 是不是 你还用不需要有数码 又这样那样 是愚蠢的 我有空就会出去 社区那里拍摄一下 有多少人还会戴口罩 有多少人不戴呢 我都放在那个生活台那里 播给大家看一下 根本上不需要过度担心 尤其是来到现在这一刻 已经不再是去年的一月 大家对这一件事是未知的 很多充满着一些 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时候担心是正常的 你现在还是过分担心呢 我就觉得未免有点愚蠢 就是你担心来都无谓 这些东西 根本上外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回復正常 当然啦 有些人说欧洲 奥地利那些强迫 全民要打针 那些我都认为是愚蠢的 那些我认为是违反人权的 那些就另外一节再说了 反正你又说 就着香港这样的安心出行 我就认为 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准则去推行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